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杜兆江 西安市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 眼睛多少都是正常的 我不太清楚这个患者问的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是正常的眼镜 是没有杜兆的 就是和我一样不需要戴眼镜 看任何东西看近看远都是清楚的 这叫正常的眼睛 或者叫正常视力的眼睛 叫正视眼 只要有度数 无论是有远视近视散光 或者有老视 这都算是已经是趋光状态 不正常的一个眼睛了 都叫趋光不正 当然老视和趋光不正有时候分开 有时候合为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的趋光状态 不在正常范围了 就叫趋光不正 度数的话 那就我们比如说近视吧 它可以分低度近视 中度近视和高度近视 还有超高度近视 当然就是说对于近视眼来说 度数越高 可能呢眼睛结构的变化 就是负面的变化 或者病例性的变化 就可能会越明显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近视防控 就是不要让近视眼 变得度数特别高 一旦成为高度近视 或者超高度近视以后 后期发生致盲性眼病的概率 就会大大的增加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